歡迎收聽今天禮拜五的藍軒時間 那一開始聽到這首好聽的歌曲 它是來自於Florence Welch 跟一個Machine這個團體一起演唱的 這個女生是一個長髮飄移 非常有氣質 聲音非常美的一個女生 但是感覺起來她的歌 若你以為她都是柔柔軟軟的 也不是 看起來她非常的有主見 有些歌曲當中 也充滿了自己的一些訴求 或是她對於生命 或是她對於整個社會等等的一些看法 所以其實是很好聽 而且是一個很豐富的一位歌手 我們今天聽到這個好聽的歌曲叫Jim 這個六月份 雖然跟現在的季節感很不一樣 但是整個的氣質 跟整個的帶來的心情 事實上非常適合我們今天要進行的青春作伴 今天青春作伴的單元的話 當然我們就講到說人生 這個面對人生 慢慢慢慢就是有不斷的一些轉換 那很多是年過50之後有所轉換 但是呢 在今天我們邀請到的來賓 他可能不只是 不是因為年齡的關係 而是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心靈的啟發 或者說對於人生 對於生命 有不同的這種體悟 讓他的生命的路程跟軌跡不斷的切換 不斷的切換 不斷的切換 到現在也不知道切到哪裡去了 但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是慈濟 對我來說非常熟悉的是我的老同事 因為我們在過去的中天 中天 對有合作過 他是大家蠻熟悉的何日生 阿如日生早 南薰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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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還是要介紹他現在的title 他是慈濟慈善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是的 那今天會訪問他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 這段時間呢 我一直接到他寄來的書 然後呢 很厲害 一本還不夠 一本兩本三本 而且呢 每一種書都不一樣 我記得我第一次接到的時候 我今天真的很驚訝 因為我知道日生的學歷非常好 他很會唸書 然後呢 學術這方面 他的 就是很夠專研 也很有水準 所以那時候 一本叫什麼 建構式新聞 這光聽就已經有那個 哇 這好很有學者風範 再來一本呢 叫做 立他到覺悟 正言上人立他思想研究 這有點哲學 剛剛那有點新聞學 有點哲學 再來一本 善經濟 善經濟的角度 經濟的立他思想與實踐 這有點帶有企業 氣管 經濟 智力 再來一本 一個詩人的誕生 哇 好人文 很浪漫 出來了詩意 我想說這個 這個日生的跨度也未免太大了 所以呢 以前很熟的關係 有時候反而不覺得有訪問的價值 自己的負負心 對 對 我覺得會有這個毛病 真的也是毛病 因為 比方說我們的朋友 其實很多都很優秀 但你好像熟了 你就覺得他真的有新聞性嗎 但是後來看到那麼多本書 我覺得我找到新聞點了 被我逼出來了 不是 那個新聞點就是一個人 怎麼可以讓他的這個 吸收的印度跟 output 這麼的豐富 那麼的多元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到 那就找日向來聊聊 更何況 他現在其實在跨領域的時候 從媒體 他其實在媒體當中表現非常好 突然間轉進了慈濟 進到一個公益的體系 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 覺得蠻特別的了 好啦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講起來 其實可以講的真的是太多了 一個專折 對 其實就一個記者來說 他未必會走得那麼學術 我覺得你的學術這方面 是讓我覺得非常驚訝的 而且 你還就是他一下子 一下什麼哈佛 一下什麼劍橋 一下就是別人進不去的 你好像在逛街 是怎麼樣 對 的確我這兩年因為剛好去 有一年去哈佛各大 牛津劍橋 當著四個學校的訪問學者 寫了散經濟 然後也寫了散經濟 就輪流都是當訪問學者 對 半年半年這樣 那 那 牛津劍橋 也寫了散經濟 他對我非常好 他包容我的 泡兩年了 哇這樣好過癮喔 然後我有使命去的 因為 我感覺到這個 整個經濟體系裡面 其實過度的強調利己 所以我利他到 覺悟學完以後 我就把這個利他的精神 放在經濟體系裡面 因為我在自己看到很多 企業家他做慈善以後 會改變 他從利己 就慢慢會利他 他比較是以前 顧賺錢 現在會顧到 比較弱勢的人 但以前對員工 比較是那種 Dominate 支配 所以他就開始感恩他 所以我覺得人做慈善以後 他的心會改變 會從利己中心 變成利他中心 所以我就想說 為什麼賺的錢 環境壞了 貧富差距擴大了 在捐益前去彌補 結果源頭就是善 經濟的善 源頭就是善 源頭就是善 源頭就是利他 然後對於物質 要珍惜物名 這很多是 上人的思想 跟復活的思想 不過善經濟是從 歷史以來 從很早 從蘇美文明 希臘文明 從猶太文明 基督文明 伊斯蘭文明 儒家佛教 一路寫 寫到當代的 我認為經濟的善是什麼 所以我等於 書裡的整個經濟的歷史 那麼經濟中的這些倫理 這些觀點 這些哲學 每個強大經濟體 後面都有個很強大的哲學觀 但是你是進到 實際的世界之後 你才會對這一些 所謂的善經濟 或善的這個概念 比較感興趣嗎 而且一般來講 記者 這個記者媒體人 就是說 因為我們碰到的新聞 其實也常常 我都覺得我們是追風的人 那風就 你好像每次一撈 哇 覺得滿滿的一布袋 但事實上你繼續抓 空空的 因為他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 就這樣過去了 所以其實新聞人 我覺得他很擅長的東西 是非常短時間 當作吸收消化跟反除 但是他不見得會很長時間很深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從一個記者 而且是一個那麼優秀的記者 然後到一個做學術 然後對訪問學者會有興趣 這是你本來就這樣子嗎 還是 還是一個大主持人 一問就問到終點 其實我年輕的時候 我很喜歡哲學 我熱愛哲學 我高中畢業本來要去想要讀哲學系 但是因為我高中表現也比較傑出 演講寫作都是學校第一名 所以老師看我又是班長 就是很鼓勵我說 其實你應該讀法律 你應該從政 這個是 我伊蘭人嘛 伊蘭高中畢業 OK 所以依然是民主聖帝 所以適合從政 你應該從政 你讀法律 進可供退可守 我也就考法律 沒考上 考上廣播電視 之前台語大已經在國立一轉 那我也很幸運的 一年級老師覺得我的聲音不錯 就讓我到台北 台北廣播電台 台北市政 是是是 日常在待過中廣呢 對 我是這邊的員工 全國聯播 全國聯播節目主持 對 也就是我們差不多 我們這個時間點 等於是最夯的一個時間點 我做過全國聯播 那是三道三台跟中廣 對 那是很人心 我跟我們一起去 沿大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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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著我兩年後來 把他這個節目交給我 對 所以我因為對哲學的興趣 所以我覺得我走傳播 也是一個偶然 感覺走得很好 就走下去 可是我內心一直不忘記 對哲學 對社會學的理念 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做節目 有些時候 像深度報導什麼 會有一些 好像感覺有一些力道 是因為我的那個 哲學的那一點 哲學 跟哲學 社會學歷史學的那個 在支撐我 嗯 所以我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我對人生 一直有一種 一種憧憬 所以我在中世的時候 那時候才28歲嘛 很榮幸就見到中世 當陳建新文的 開播的主持人 從中廣過去 中廣有點不高興 怎麼跳槽這麼快 不過去了 那就認識了上人 就是因為當時 緣分很早 當時我的同事 曾慶芳 她也是陳建新文的 旗鄉主持 那她就介紹我認識的上人 後來當我 現在慶芳已經是她的老婆了 對我 我們結婚 只有前女友 她介紹我 前女友 前女友 你是要現任老婆 對啊 所以就很 因為我很喜歡上人 看到她 我真的就是一個勝者 就是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她的感覺 跟現在我跟她在一起的感覺 是完全一樣的 完全一樣 經過32年 好 那我們要休息 我們再回來繼續聊 那我覺得這一點 我覺得蠻有意思 其實我們講到這個青春作伴 回看自己的人生 我發現人生 我覺得現在在聽我們這個節目的朋友 可能你可以稍微想一想 不管你現在正年輕 還是你已經到手裡 我覺得很容易 被她自己外在表現出來的東西 然後外界看到你這個東西 她把你影向了一個 其實未必是你自己 真的想要去的地方 比方說 像你 因為你在外在的才華太明顯了 你表達 你的口才 你的思緒 那事實上 你真的心裡面在意的東西 其實 反而在年輕的時候 因為大家對你有另外一種期待 就變成你自己的期待 跟外界的期待 其實不見得是 是真正的那麼的妹妹 所以到最後 你到了下半人生 你心裡面真的渴望是在的 你還是會不斷的去追尋 所以我覺得有些時候 內在外在自己跟他人 怎麼看自己這件事情 其實還蠻重要的 OK 我們休學再回來 好 回到來生時間 繼續和現場邀請到 我們這個青春作伴當中的 慈濟 這個副執行長和日生 日生他最近真的是寫了好多本書 我剛過了他 大概兩三年之內 寫了我剛念過的這個三四本書 速度非常快 而且有些很厚耶 像個論文一樣 所以別的論文可能有點用抄的 他的論文是扎扎實實的做出來的研究 但是其實真的很打動我的一個是 這一本 這個《一個詩人的誕生》 事實上是你的最後 就這段時間來的最後一本 聽說他又有新的一本了 幸好我先網問了 我等一下還要再讀一本 開玩笑的 這個《一個詩人的誕生》看了以後 這比較像是日生 過去從事記者行業 他在做深度報導 所以其實講到 我們雖然講記者是一件事情 但是深度報導裡面 就已經比較符合你的本性了 深度報導 調查報導 新聞雜誌 所以他包括在中世 在華視的時候做很多這樣子 在中世在中天 在中天也是一樣 對 那這個裡面就是揭露了一些裡面 這個方面 就相關的一些故事 其實看了這個之後 我就比較能夠去理解跟想像 其實你接下來的必然道路 你就可能會接近哲學 接近宗教 所以這本裡面 既然會那麼時隔二三十年重新寫 應該是這些故事在你的心裡面 回蕩不已就是了 對 這個基本上是在台詞主持大師會節目 嗯 那個時候製作人主持人 那訪問了很多 非常不同的小人物 那當中有很多是很感人的 就是說我跟他的這種互動啊 那種很深刻 也不只是一個記者的講師 那是我很理解他的生命 他也覺得我理解他 那當時也寫了一些 那後來四個二十年嘛 二十年我想重新整理 嗯 那時候寫有發表嗎 沒有 沒有嘛 就自己寫 本來有個出版社要我 我要出版 後來我沒有寫 寫了幾篇就停了 但是四個二十多年 我覺得那個東西還是很靠近 我覺得 就對他這個生命的虛勢 嗯 就是感同他人的生命 對 那每個小人物 他又都有他的背後的一些艱辛 有他的任性 嗯 有他的盼望 有他的失落 那這一切在表現一個什麼樣的生命狀態 嗯 每一個事情 對生命都是一個淬炼 不管喜或悲 他都在提升你的那個生命的任性 嗯 讓你對生命有更多的感受 那所以我就把這個十五個故事 十五個 這一個詩人的誕生 這個講的是廖宏基 廖宏基我們訪問過 對 而且他上我們兩次節目 我也還蠻喜歡他的 然後 這邊講到 而且他在講那個鬼頭刀的愛情故事 嗯 超動人的 講到他們在釣這個母的鬼頭刀 然後呢 後來就發現說 竟然為什麼釣了一隻 兩隻一直跟著他們的船在走 哦 後來因為公的鬼頭刀 永遠就是不捨 就是你只要是釣了母的 公的永遠會跟在旁邊 就是一直一路跟 一直一路跟 所以這就是很 很特別的一種大自然 然後對他的描述起來 也是非常非常的細膩 但是其實在你這本書裡面 除了廖宏基很多很棒的故事之外 我覺得宏基好幾個我覺得很 很動人或者說很奇特的故事 比方說有一個是專門在海邊 撿無名師 對 修兵法師 對 然後呢替他做靈堂 對 然後呢替他去算是什麼 對 他是一個修行人 他不知道有什麼感應的在花蓮 對 他就找一隻無名師 那無名師可能日本時代的萬人種 所以他就建了一個修平靈堂 他五歲就吃書學佛 他就佛道之間的一個人 那我來訪問他的時候 其實他靈堂都建好了 他一開始不願意接受我訪問 後來我們聊了 他就願意就開始講 很特別的一個人 那他也是沒有為什麼 就是無私 就是有些人好像陸聚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裡面寫說 好像他以前就在那裡 跟他們在一起 把他精神回來 接下來把他通跑 重新安頓 嗯 那你去採訪的時候你不會覺得 不會 我都不會害怕 一開始 不會 就是那麼年輕的時候去採訪 也不會害怕 因為你都是陰生生的 陰生生的 我第一天去的時候陰生生的 但是我不會害怕 不知道為什麼 我採訪很少害怕 而且其實陰生這本書裡面寫的 很多都是苦難的靈魂 苦難 但他在裡面怎麼樣 不管是自我救贖 還是繼續協助別人超越 對對對 那你心情都不會受影響嗎 比方說有一個我也覺得很 那個就是 血有病 血有病感的愛滋病 對對對 他也是 他就是因為書寫的關係 書寫的關係 然後他就 罹患了艾滋 然後 他在你訪問之後 幫了很多的這些病友 得到伸張 但他從此之後 就 就是被 被塑造成一個 媒體塑造成一個 受難者的一個角色 他就被像個定在上面一樣 他自己反而在那個苦的輪迴裡面 出過來 我覺得客人之後 不是很不捨 因為在曝光 如果不找他 他大概不會出來講 跟他講完以後 也辦了記者會 我也協助他們 但是呢 補償也下來 他不滿意 那因為旁邊有開始有一些 政治運動的人就拉他去 作為打擊 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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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會去活在那一種 本來是一個很開心很快的人 就活在那一種 對抗 你對抗惡的時候 自己 心裡也會惡 嗯 好 所以要以善對善 不能以惡對惡 你以善對惡 後來你也會變惡 就是聖經有一句話說 當你的惡人得失 你不要學習他 唯恐你跟他一樣 就是不要嫉妒他 你也不要學習他 唯恐你變得跟他一樣 你對抗惡久了 你也會變惡 對 因為你用他的手法來回敬 你覺得對你不好 你到處自己也變得 這個全世界的道理都是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他後來變得很苦 然後我勸他他再不聽 那不聽 但我們做機械也不可能 一直幹一個人生 對對對 結果結果看到在中間的時候 我們在中間的時候 我看到他拿個椅子 坐在那個一個藥廠的門口 這個臉的愛子都已經起來 結果生命結果 還是很很悲傷的很憤怒的 嗯 離開 我就覺得有點不捨 我的本意是幫助他們 幫助他呢 幫助那一群人 所以那群人很多是得到了補償 反而相對來說是比較平和 但他自己反而那個 我看你這書裡面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那句話很好 就是說 你要得先站在岸上 才可以幫助溺水的人 對不對 所以說你自己在水裡面 你基本上很難幫他們 對啊 所以呢怎麼樣子 讓自己在生命之海當中 先聰明的有智慧的求上岸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大的功課 我們謝謝 回到現場 好 好 好 回到藍宣時間 在今天青春做班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慈善基金會的副執營長的何日生 那他最近 你這個新得到的第五屆的溫暖人間獎 是這本書嗎 不是 是善經濟 善經濟 那善經濟不是已經得過獎了嗎 他說給我好多獎 得經濟獎 OK 對 那時候入選 其實真的很不簡單 是哪一個報道 這整體的 整體的 所以你送去的作品 對 他是用 他是那個觀察你整個 當時觀察你整個 這樣打去一路走來的這些 影視的表現 沒錯 後來又得到優先電視的金鐘獎 金鐘獎不用講了 這可是還蠻長的金鐘獎 這個至少我知道 這其他那麼多 那麼多真的是 OK好 那所以我們剛剛回過頭來 就是說 雖然在這個媒體圈裡面表現得這麼好 但我剛剛就講說 其實每一個人 就是會終究走上一個尋找自我 或者說你會要聽到你心裡面的聲音 那這個心裡面的聲音 坦白講 在這本《一個世人的誕生》裡面 你會發現其實在做每一個深度報道 跟每一個你的取材 哪一個人打電話來 打動你 你決定要去訪問他 我覺得這個部分都會反映出 你心裡面的那個聲音 所以看了這部分 你大概就會知道說 其實人的路終究 你還是要面對自己 那這個《日神》就走上了這一條 我們認為是比較 另外一條 這在媒體之外的第二條路 那像這個裡面就好多故事 我覺得都很精彩 雖然你現在選擇跟佛教結緣對不對 但是你有一度 其實人家叫你是信基督教的 我跟你們講說 嚴大衛他是一個教徒嗎 他就說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好的 他送我聖經 他送我聖經 他說你沒有信仰 你也研讀聖經 他覺得日神很棒 什麼都棒 只缺一個就是沒有信仰 就沒想到你找到了信仰 但不是耶和華 在這本書裡面有一個 你幫了算是基督教的朋友 這個其實我看了以後 很跟現在的新聞有連結 因為這段時間不就是我們的年輕人 要延長兵役嗎 那你很難去想像說 在過去有徵兵制的時候 等於是恢復徵兵制 在過去有徵兵制的時候 有一群人是不能當兵的 他拒絕當兵 所以這篇文章叫做 我選擇坐牢 所以十七八歲的男孩子 因為他的信仰 所以他寧願去坐牢 也不要去當兵 這怎麼回事啊 我就是不用叫我拒絕當兵 是用我選擇坐牢 因為他是一群叫耶和華見證人 他們的信仰也就是 聖經教導你 這國不拿刀去攻擊那國 耶穌是絕對不要暴力 當保羅他的門徒被關的時候 人家救他 他說你不能弄暴力 你不能來搶劫獄 因為這是不只違反耶穌的教義 所以這群人不當兵 他連軍服都不穿 我認為有這麼嚴格 有這麼嚴格 就是他教會沒有叫你這樣做 是你自己選擇 服從這樣子 這個教義 服從這個聖經的教導 所以耶和華見證人 在我訪問的時候 總共誰的人數被關了八百年 為什麼呢 最可憐是 我覺得有一個 那個人塞得太 你講他的故事 那個人塞得太慘了 他一天到晚在坐牢 才出來又進去 才出來又進去 吳先生 我訪問當時已經要準備第四次被關 他結完婚就被關了 因為他不服兵役 判軍法 判軍法 因為這個養心犯很輕 判個幾年 判個四五年 判一半年很乖 就出來了 出來還要當兵 因為中華民國當時的法律規定 如果你服役 如果你受監勞 就是你被關 一次沒有判滿八年 或關滿四年 你出獄還要回去服役 對 所以他每一次都判不到八年 你關不到四年 而且他都表現良好 對 至於他都表現良好 都提早出獄 就算判超過四年 他都不到四年就出獄 就才出獄 比如說三年幾天 出來 那次 那次拜託法官 你幫我判八年 判八年我就可以 一定可以關四年 結果他關到三年十個月 已經為總統當選 特色 又要再出來 又要再進去 所以他大概等他十幾年 從結婚就等他十幾年 好可憐 但他們也不願意放棄信仰 因為我覺得想這件事情 假設說耶和華的建政 我不曉得全世界應該人數更多 對 有上青 但是好久也沒有聽到其他國家 他們會因為拒絕當兵 因為這個已經是一個社會議題了 美國沒有這個議題 因為他們就是募兵制 對 美國是募兵制 是是是 OK 那真兵制的國家也很多 對 所以所有真兵制國家的 耶和華建政人員都坐牢嗎 不過他們因為坐牢可以 但是說別的國家怎麼處理 別人有社會意義 後來就換了社會 就是我那時候找了李念祖律師 是 在訪完以後跟他們打大法官會議解釋 過了幾年大法官會議判決下來 就是這個事情 不用透過法律手段 用行政去處理 讓行政員處理 社會議很快就通過 這也就是 這個就是報道本身的力量 不是成就感所在 這個對立正人來說他改變了 就是因為這議題確實 太揪人心了 太誇張了 你關他一次可以 你關他四次 就是啊 而且 一罪術法 那個人後來到最後四十幾歲了 才不知道 那你後來報道有兩個年輕人 是他的孩子嗎 不是另外一個邱先生 那是年輕人也去坐牢 那企業家很帥 老婆很美 家裡很好很有教養 哥哥入獄了很帥 弟弟也很帥像行男 彈鋼琴18歲快到了 我說那你明年就到了 你會不會跟哥哥一樣 然後如果再考慮 我應該會選的跟我哥哥一樣 所以信仰到底是一種束縛 還是一種解脫 就他選這個信仰 對他們來說 對於那麼年輕的生命 其實信仰者他是屬靈的 他不是屬世界的 他對屬世的世界是有 某一種疏離跟超越 他們跟基督教更強調 屬靈的世界 那你說十七八歲的孩子 他們對他們自己的信仰 真的 真的體悟多少 有一些很深 但有些有家庭 對但是他終究 我也訪問過別人 也關回來了 他們基本上 我覺得他們的信仰本身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有一個 有一個團體 會給你一個這樣的一個 也不是壓力 而是你會遵從那個團體的信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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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熟悉社會意 這個就很 還比較蠻輕鬆的 17年邱先生 他打電話給我說 他第三個兒子 是我房屋完以後出生的 他說他滿20歲 所以給我打電話說 何主播謝謝你 我兒子20歲了 不用再坐牢了 是很有成就感吧 對 對 這個就是 很好的 很有意思 後來以前紐約後來的 那個總部的 美國的一些 伊核瓦建政的領袖 都會來到台市 這樣子 對 所以這是媒體的 媒體人善的部分 雖然現在大家對媒體人的印象都不太好 就叫建構式行為 所以媒體還是善的部分 不要老解構 要建構 所以我們待會兒要講善 不只有善 你下次應該寫一個善媒體 好 善經濟啦 善治理啦 善知識啦 媒體也有善了 像我們就很善 是 好我們休息一下回到現場 回到來訓時間 繼續回來現場 邀請到的何日生來聊天 我們聊的就是 從一個媒體人吧 到一個大家滿熟悉的新聞主播 或是一個新聞雜誌型態的節目的主持人 而且得獎無數 那怎麼樣轉到現在呢 做公益 進到慈激的世界 然後呢 我覺得你也非常的 如意得水 我覺得你也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 所以其實我就說透過你的書 感覺出來你的轉換 其實有點順理成長 順理成長 其實你年輕的時候 你不曉得你路在那裡 但是你回過頭去看 事實上就是不在那裡 不知道 這其實有點難 所以年輕的時候怎麼樣會知道 冥冥之中就有一條路在那裡 是 真的不知道 像你的書裡面講到這些事情 你就會發現 其實你對這些很深刻的 對於這些哲學式的 對於這些生命的東西 其實對你來說 也是很容易被觸動的 是的 的確是 因為 我訪問這些人 我都很感動 嗯 其實 我覺得跟他們能夠這樣 生命中 能夠那麼深刻的談 對我也是一個很好的福氣 對他們也是 我常常覺得 我就覺得這節目做的可以 是因為 我讓受訪者跟我訪談以後 他好像更了解自己 更看見自己 那這是很重要 就是他跟你談完以後 他覺得他更找到自己 是什麼樣的一個生命狀態 嗯 而且我也覺得你也蠻善於等待 我看有些人一開始不受訪 你也就是請攝影記者大哥 旁邊先坐著 你就跟他慢慢聊 慢慢聊 慢慢磨 慢慢磨 磨到他覺得信任你了 對 因為他還把一生的故事跟你合盤拖住 這個故事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事 所以現在那麼素食式的新聞採訪 對 進入不了 進入不了 而且你也很難怪 能夠 catch 到的 能夠採訪到的東西都非常淺 甚至非常表象 現在這種節目已經很少了 對 真的是很少 真的是很少 OK好 所以在這個裡面 結果講到說 其實很多善的東西 是就是觸動你嘛 你接下來做這些 跟比較工業的 辭善有關 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不只是媒體啦 我覺得媒體在這方面 其實也應該中間有一些寢思 那企業也是 所以你在寫善經濟的時候 是這樣的考量 是的 因為我在慈濟那時候 已經經過17年了 我在慈濟當發言人 做文師的主管 那我接觸了很多人 因為上面給我很多機會 我代表他去演講 去領獎 然後跟企業家在一起 我就發覺企業家 我剛講的就是他做慈善以後 會開始改變 那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不源頭 經濟就是善 而且我覺得 整個佛教的發展來說 過去強強調 自我的心性的修行 對世間是比較不關注 那麼慈濟剛好相伴 他對世間大量的關注 慈善又要教 又要環保 所以我覺得佛教如果要 能對世界有影響 他的這種慈悲等觀 就是很平等的慈悲心 是佛教的很重要的遺憾 為什麼不能夠去影響更多的社會 所以我就在北大 讀完哲學博士以後 隔兩年我就跟上門申請 就說我要去見喬牛津 跟哈佛 去做兩年的防衛學者 他勉強同意 他的集團勉強同意 但是他很好 就讓我很安心地去 所以我也得到一個 那您是時候想要去研究的範圍 就是剛剛講到的 一個是善經濟 一個是善智靈 智靈 因為我講到那個慈濟 一個這麼大的 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華人的一個佛教的組織 這麼龐大 在128個國家 它的永續傳承怎麼做 就算有幾個原型組織的概念 那概念提了以後 實現了一陣子 沒有我覺得 弟子沒有深入的論述 所以我就在哈佛 就剛來的一學員 很榮幸 他接受了我 做防衛學 我就把這個 實際的這個原型組織 這麼各建構 不會是從歷史以來 從希臘民族 羅馬共和 一路review 近當代的政治的思想 包括馬里 整個世絕文化 包括中國的這個 還有佛教的智力思想 那麼 最後歸結到這個原型組織 就跟善經一些的脈絡一樣 圓形的概念是循環的 循環的 就是它不是個金字塔的 圓形的點 每個點的中心點 所以這是未來很重要的 一個人類的組織 就我最近在 《青島日報》寫了三篇 圓形組織 應該《中國時報》也會等 就是在圓形的上面 每個點都可以是中心點 所以這是一個多元中心的世界 未來的知識經濟 不再是過去傳統的生產線 支配跟control 生產線 每一道都要很精準 所以支配跟控制是中心 可知識經濟時代 每個都是高知識的一群人 在從事生化 從事AI 從事數位 網路科技 所以每個要協同 你要給它賦能 而不是控制它 你要empower它 而不是control它 所以未來的這個社會 應該越來越像 一個原型組織 它有沒有哪一種產業或靈力 比較適合這種治理的方式 有些可能就不見得去 現在這個 哈佛大學的AGL 就是民街 ING 就是那個最大的銀行保險公司 他們就在做這件事 還有一個叫Horocracy 就是叫共創制 共創制 全世界有四百多家公司 那麼在學習就是說 怎麼樣讓每一個小單位 都能夠獨立自主 又能夠互相協同 那小單位裡每一個人的功能 都各自獨立 又能夠協同 所以在獨立自主的創造 跟協同之間要合作 這兩個要同時要在一起 你大組織從角色到底下 很多層 所以你還能反映現實 對吧 那創作來自上面 底下的人就follow 這個想法要改變 因為所有以後AI出現 所有的重複性的工作 都是機器可以做的 人如果沒有創造力 做重複性的工作 機器做的比你太好 是啊 我就看了之後 他又不用睡覺 他又不用吃飯 對 他甚至比你精準 對 他的做事的重複性 比你精準 比你快 連開刀都可以有大文鞋手臂 是不是你做什麼 創意你不能捆綁他 所以 如果每一個人都是個中心 那每一個人都能夠完成自我的 那部分的工作 那麼再做協同 整個組織是原型的組織 就很像自己的職工 他有災難發生的時候 他不用去問總部 他也不用問他的社區的頭 立刻幫忙 好 他呢 為什麼他能夠做到 他平常就受培訓啊 就是參加很多的慈善工作 他知道這個方法是什麼 嗯 原則是什麼 然後他能夠主動去做 嗯 所以這個概念 也是來自於慈喻志工的體系 慈喻志工也不領利薪水 還知道要報自付旅費 嗯 那為什麼原因 訓練 所以原型組織是以信念為核心 嗯 那麼要強調愛的關係 那必須有原則 在信念底下大家可以自己創造 可是要有原則 或者會軟了套 那這關係愛的關係 因為西方的Horakoshi 共創之不強調愛的關係 叫做principle 嗯 但我認為我們跟Horakoshi不同 因為華人社會還是強調感情 連結 對 所以我認為信念 原則跟愛 這三個構成原型中心的 一個核心 那這三個概念是來自於韋伯也講過 聖格志 啊 傳統的家長志 跟課程志 嗯 他說過去是傳統家長志 思想授授 全在關係 嗯 那麼會被 有很強的理念的領導人的聖格志給取代 聖格志的後期會變成課程 嗯 只有偉大的領袖後面都變成官僚 嗯 那我就說 他說這三個是取代關係 先有家長志 再有聖格志 我認為三個都在此集團上 啊 善人是 是這個 大家長 家長 他也是聖格 他同事也是 我們這個慈善組織裡的董事長 嗯 對嗎 那我是覺得這三個可以抽離 家長的核心 家庭嘛 主張是愛 嗯 那麼這個聖格是信念 他靠信念來號召大家 不為錢 不為權 來奉奉奉獻 第三個 課程最終是原則 嗯 嗯 所以 這個信念 加原則 加愛 就是家長志的愛 聖格志的信念 還有科長志的原則 三個在一起 就是原精組織的一個內涵 嗯 所以我準備要明年三月 會出這本書 再出一本書 我先寫了幾個社論 先寫了幾個社論 這個發表一下 但這個是一個大的體系 但是 我覺得人類到現在 必須探索新的模式 過去很多的學者 就是都是考劇啊 嗯 但是我讓 就是我在哈佛的時候 那個歐巴馬的恩師 叫羅伯特昂格 昂格教授就講說 在十九世紀的這個思想家 對世界是有藍圖的 有看法 可二世紀的哲學家 對世界是沒有看法 都在小議題上發揮 嗯 對整個世界人類要長什麼樣 沒有看法 嗯 亞當史密斯馬克斯 其實對世界都有看法 嗯 孟德斯就有三圈 他就都有看法 所以我覺得人類已經 進入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 他的思想跟人類的生活 跟組織的專心 肯定是必要的 嗯 應該要靜下心來再想想 那我覺得慈禧其實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參照點 因為他在九二一那時候 突然起來 可以那麼迅速的 對 突然之間好像螞蟻熊兵 要不知道哪裡跑出來的 全世界也都很震驚 而且後來他到處去救災 也展現出一個很特殊的一種 自己 我想後來你剛剛解釋的 原型組織 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 還蠻值得參照的 尤其是啦 在台灣 這些總是要世代交替 比如說上人啦 台灣很多的一些 宗教派別等等 那如果說這個家長 這個聖閣不在的時候 到底這些組織 該怎麼樣繼續的 延續下去 我覺得這也很重要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回到兩星時間 繼續和現場邀請到的 這個慈激基因會的副執行長 何日生來聊天 那我們聊的就是 日生最近寫了很多不同的書 他有從過去的媒體人的角度出發 有非常溫暖的 非常的觸動人心的生命故事 也有從這個學者的角度去出發 很希望能在21世紀 去鋪陳出一個有思考人類 未來的一些組織啦 互動啦等等的一些 院景跟藍圖的這些內容 所以我就對你來說 就是我們剩下的事情也不多 你自己怎麼看待你這樣的一個 人生一路這樣的走下來 那如果在這樣的一個時間 你要回過頭去看 或是要給大家建議的話 很多事情是可被安排的 或者說你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 可以一路走 似乎好像處處都可以逢源 每個地方都可以開花 我是覺得 我覺得內心的善念還是很重要 任何的困境 任何的轉折 都還是保持一個善念 我覺得就會走出 你有沒有困頓的時候 有很多 那然後呢 其實在慈濟裡也有困頓 但是每次有困頓的時候 我都會發更大的願 就是有更大的價值去超越 就一定找到一個更大的價值 我也跟我朋友說 當你碰到困難的時候 你要找到一個更高的價值去超越 不管人的衝突 不管事的衝突 對 有人在的地方就是會有這麼多 更何況一群人 他說我是志工啊 我又不拿你的薪水 所以我有困頓的時候 但是我都是找到一個更高的價值 就是我就開始論述 把善跟來 拉到一個世界的高度來論述 所以我也成立了一個叫 印證佛學 叫做上人是正言 他的師父叫印順 這個印證佛學 叫做專注當代佛教 因為當代佛教 在台灣表現得很好 所以也獲得了 包括哈佛 普林斯頓 牛津堅 還有這個貝達 還有認輸 哥倫比亞大學 跟法國的東方語文學院 這七個都是全世界最著名的 所以我們在大學合作 然後一起來共同創立 這個當代佛學的一個講座 所以你說發更大的願 然後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來轉移心裡面的焦慮感 對 你自然會 我覺得人的焦慮永遠存在 就是說 這個 James Williams 心理學家的講座 就是 一個生病的靈魂 他是發覺一些 創造很大事業的人 他們也在都有一個很強的衝突 雷德雷莎他常感覺到 上帝不存在 所以說 馬丁路德 他常覺得 生命很苦 他是一個宗教改革家 所以當有老爵 這個 年長的女伯爵 住老博士 就是馬丁路德 在16世紀 常命百世 他說 上帝趕快把我找回去 或者 真的是蠻痛苦的 其實說 你不用怕內心有交戰 但是你要找到 更大的價值 去超越他 就是像船 是 別人說 彎的木頭 你可以坐船 乘風破浪 不是每個人的木頭 都是直的 結果我覺得我內心 還是很多的交戰 到今天為止也是 不過我總是希望找到一個 把他當作是一個動力 結果我可以 找到一個新的 更高的價值 來超越他 當我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凝聚很多的力量 共同成就 比如說現在有 在杭州才辦了一場 三經濟研討會 都是我 曾經很多時候 我沒有見過的朋友 靠視線 他認同 和教授的關聯 所以他們就辦了一場 很大型的 三經濟研討會 台灣也有石志龍先生 大概可能 可以給我參加 所以我覺得你要 任何的困境 你要放一個大的善念 放一個大的願 這個願 不要為自己而已 要為廣大的社會大眾發念 你才會有力量 這是我跟鄭妍商來選 嗯 對 我覺得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行星 是 我覺得是這樣的沒錯 就是說 其實你 你常會想 為什麼我的人生特別多苦難 我的人生為什麼特別多挑戰 沒有 所有的人都這樣子 而且呢 才能想 可以承擔更多的 可能挑戰更大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都這樣的時候 其實呢 就把它當作 平常事 平常行 然後呢 發更大的願 做更多的事 OK好 謝謝 大家 謝謝 謝謝